大家好,我是三合木裔的小陳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是魯班鎖 我們的魯班鎖有非常多不同的形式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這種三片式的魯班鎖 相傳這個是魯班為了考驗它的地址、木工、功力 所設計的一個機構 因為它對尺寸的要求比較高 所以它藉此來檢驗我們學生的程度如何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學生在製作魯班鎖的過程中 可以培養他們的耐心及毅力 好,我們介紹一下今天會用到的工具 首先是我們三塊木塊、直角尺、鉛筆、老虎鉗、公形鎖、走搖鑽、F夾、沙子 好,我們現在要來進行畫線的部分 那我們總共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就是大家習慣的我們要用尺來做圖 那第二種就是我們直接用木塊 因為我們這個木塊呢它的比例剛好是1比3比9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用木塊來量測 那不管是用尺或是用木塊來畫圖呢 都要注意我們的垂直是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保持你的線呢 是跟它的邊呢是一個垂直的狀態 這樣子等一下做出來的成品才會準確 那我們先示範我們用尺要如何畫這個線 首先呢我們這個寬度是4.5公分 所以我們在這邊我們先做個記號 那我們直角尺用的時候呢 我們這一面呢一定要靠緊我們的木頭 這樣它畫出來才會是直角的 我們再把它畫下來 我們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好再來是我們的這個長邊的部分 長邊的話是1.5公分 好因為這邊呢我們它靠面比較小 我們的直角尺不好靠 所以我們會用兩點連線的方式 好我們點兩邊 那我們的直線把它連起來 好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好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好最後是我們這個開口的部分 好開口的部分一樣是 它會進來1.5公分 好另外一邊也是1.5公分 好後面就是直角尺 好連下來 那畫好之後呢要記得把我們 待會要去掉的地方呢 我們要把它塗黑 這樣子才不會拒錯地方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要示範的是 如何用木塊來畫我們的線 長寬高是1比3比9 所以我們畫這個的話 直接可以利用它的寬度 然後注意的是呢我們這旁邊一定要抓平 如果小朋友抓平的話呢 我們可以直接靠在桌上 然後這樣子畫一條線 之後呢我們把這塊轉過來 我們再畫這條線 好再來的話呢側邊這一條呢 我們用的是我們木片的厚度 一樣直接靠上來 畫過來 好然後我們再轉過來 好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中間這兩條的話呢 稍微複雜一點點 好我們需要一片放倒的木片 另外一片呢它是立起來的 好這樣子畫 好一樣後面的把它轉過來 再畫上來 好然後最後呢一樣把我們要去除的地方 做上記號 好我們兩面都畫完之後呢 記住我們這一面也是要畫的 然後一樣做上我們的記號 好現在要來畫這一塊 我們的四方形的 最後一樣畫上我們的去除記號 好我們現在要來拒切齁 好首先先講解一下我們的 等一下的路徑 第一刀呢我們會從這裡進來 好我們直直的切到底 切到底之後呢我們往這邊轉彎 好這樣是我們的第一刀 那第二刀呢我們從中間這裡開始 一樣我們鋸到底之後呢往上 好這樣我們這個區域就已經鋸完了 那一樣的齁我們另外一邊也是 這樣兩邊都完成了 最後的話我們最後這邊再切一刀 這樣子我們的T字形呢就已經完成了 好我們等一下要使用這個線鋸齁 那首先呢我們使用前要先檢查它的鋸條 是不是一個繃緊的狀態 你可以按看看 好第二個呢我們的鋸木頭的時候呢都是往下拉的 好所以你要看一下它的鋸齒是不是都朝下的 然後等一下使用的時候呢要注意 好我們的人呢跟你的鋸子一定都是乘著一直線 好如果你鋸子轉彎的話呢你人也要跟著 好一直待在鋸子的後面 之後呢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的鋸子呢要保持垂直 好有些人呢他會拿這樣子斜斜的 好或是他會拿這樣子斜斜的都會變得非常的難操作 好所以在鋸的過程中一定要保持我們鋸子是垂直的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鋸切齁 首先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可以先小力一點 好才不會鋸才不會滑掉 那我們鋸進來之後呢我們就要用到我們整支鋸子 那我們到這邊要轉彎了齁 轉彎的時候呢有幾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原地的鋸 你不用往前推然後呢慢慢旋轉我們的弓形� 好他就會轉過來了 轉過來之後呢我們再往前 好我們現在已經鋸到底了齁 那拿出來的時候呢一樣是上下這樣子 讓它滑動 然後它就會慢慢的出來了 OK 再來是第二條 第二條的地方呢我們要在這邊轉彎 這樣子我們第一塊就已經鋸出來了 好再來換我們右邊這邊 好我們退出來在這邊再轉個彎 這樣我們兩塊都已經鋸完了 好我們剩下中間這邊 把它轉過來 好這樣子就完成了 好我們現在要進行鑽洞的動作 我們要準備幾件東西 第一個是我們不要的木板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鑽穿 好要墊在下面才不會傷到你的桌子 第二個呢我們的 鑽頭呢要用紙膠帶做上記號 這樣子小朋友才知道 我們大概鑽到哪裡就可以停止了 先稍微做個記號 好這樣子就好 然後呢我們把我們的 木板呢固定在桌上 看一下有沒有穩固 好了之後呢 等一下手搖轉的使用方法呢 好如果是右撇子的話呢 我們左手 我們就垂直的往下壓 好左手是不會移動的 然後右手呢我們就 慢慢的旋轉我們的手搖轉 好 那一樣呢要保持垂直 這樣子鑽出來的洞才不會 歪一邊 然後隨時注意 我們剛剛做的記號呢 是否已經有到足夠的深度 好拿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倒著轉 然後小粒的把它拔出來 這樣子 就完成了 好那我們現在鑽完洞之後呢 我們一樣用線鋸 把它鋸出來 但是首先我們要先把這個鋸條 把它拆掉 然後它才可以順利的穿進去 那這個鋸板呢有個功能就是 這樣放著之後呢 它就會維持它的張力 我們這樣老虎鉗 把它拆起來 好 然後把我們這個木頭 穿進來之後 穿進來之後再鎖緊 那一樣一樣老虎鉗轉緊 好 這樣子我們就穿過來 好 我們等一下鋸的時候呢 一樣 我們沿著這個 沿著邊邊 那就眨的這樣子去 需要邊邊 刮滿東西 那最後呢 這個 詐紮的 在全部內子 還要等下 這是什麼 可以 怎麼可以 嗯 想不會 好,現在我們再把鋸條給拆下來 再撈回前 記得把它裝回去 好,我們現在要進行沙磨的部分 首先呢,我們數字越大的呢,越細 所以我們會從120號的先開始磨 然後換200次,再換320號的 我會建議準備一根這種木片 大小的話呢,大概就是比你這個 洞稍微小一點就可以了 磨的時候呢,要注意你的手不要斜一邊 我們大概,你磨個幾下呢 我們也要這樣子轉過來 讓它兩邊平均的去磨它 才不會造成裡面的洞呢,有歪斜的狀況 那我們這個一樣,旁邊一樣有貼我們的沙子 所以我們也可以站起來,這樣子去磨它 那當我們的裡面的洞呢,都處理完之後呢 我們的表面也要磨 首先120號的沙子,你可以把它放在桌上 那我們的木頭紋路呢,它是這樣直紋的 所以等一下磨的方向呢,我們就是跟它是平行的 我們這樣子磨 我們六個面呢,都要磨過 磨完之後呢,我們這個角角 我們這個邊角有銳利的部分呢 我們就拿斜斜的這樣子 我們再把它磨個兩三下 讓它不要刮手,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呢,你要做得更細緻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用240號或320號的 我們再整個把它磨過一次 這樣就完成了 好,那我們來最後一個步驟 要開始組裝 首先先拿起我們的O型 我們第一個步驟先把它穿過去 那注意喔,穿過去的時候呢 它的位置剛好是跟這個是平行的 然後呢,我們把它擺這樣子 缺口呢,在旁邊 缺口朝上 再來呢,拿起第三塊 好,第三塊的話呢 它的缺口呢,要是朝這邊 沒有缺口的地方 我們這樣子把它放進去 記得把它壓下去 好,壓到底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整個旁邊推 這樣子就完成了 好,完成了這個單元之後呢 我們總共學到了磚孔 鋸切跟沙磨的技巧 同時也完成了這個 有趣的一隻玩具 謝謝大家 我們來 peak按一下 今天我們來 peak按一下 踩到這個步驟 か一會 我們來個個小時 我們來做一個小的目的 可以按一下 我們來做個小時 我們來點一下 我們來自動革命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綺寧